第32集 彩蝶不是商都卷烟厂生产的吗?怎么会没货? 一条烟才三块五,夏小兰又不是买不起。 它虽然有远超时代三十年的见识,对于八三年的香烟市场根本不了解。 烟草是国家专卖的,就拿彩蝶举例。 商都卷烟厂每年生产多少彩蝶都有定数, 生产出来的彩蝶也不是都在商都市,乃至全省范围内销售, 而是配挤到全国各地。 商都卷烟厂生产的彩蝶,商都人却很难买到。 想买也行啊,得找关系,得加价。 商都人零买一两包都很难,夏小兰张口就要一条? 现在买烟哪有论条的? 除非政府部门开个什么会议,有了领导的特批, 才能以条为单位买到紧俏的香烟。 护士生产的大钱门也是三毛五一盒, 夏小兰舅舅舅就抽这烟, 在齐景村那地方已经很有面子了。 大钱门在全国范围内名气也大, 毕竟是护士的畅销烟嘛。 然而,夏小兰能在商都买到大钱门, 却买不到彩蝶。 烟草倒卖,肯定要赚大钱的。 夏小兰脑子里冒出这个想法, 怎么也压不住。 一年几十万箱的烟, 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香烟是个极有地域特点的行业, 除了几大牌号特别硬的名烟, 各地的人抽什么烟都有自己的偏好。 商都人认准了商都卷烟厂的三个牌号, 商都周边的城市可能又喜欢他们当地产的。 商都人买不到彩蝶, 彩蝶在别的地方可能又处于滞销状态。 那,把配挤到其他地方的彩蝶又拿回商都卖呢? 夏小兰脑子晕乎乎的。 哎,你还买不买烟了? 被售货员叫回神,夏小兰点头。 嗯,那给我拿一条大钱门吧。 一条大钱门是有的, 不过夏小兰没有烟片, 定价为三毛五一盒的烟, 管他要五毛一盒, 这还是因为大钱门产量大, 不然他根本别想买到。 提着自己磨破嘴皮子才买到的烟, 夏小兰过了好一会儿, 心情才平静下来。 是的, 烟草太赚了, 但他得能找到门路啊, 这不是私人买卖, 得有关面上的人。 夏小兰短时期内无法办到, 可不代表他一直不能认识这些人物。 发展人脉就从这个胡勇财开始吧。 原本的目的是给黄善找买家, 但又不代表他只能一直卖黄善。 夏小兰骑着自行车往西边走, 早前西郊是一片荒地, 不过五零年代以后, 大型的国眠、沙轮、煤姬、 映燃等工业厂陆续落户在商都的西郊。 商都市委就决定在西郊修新的办公楼。 既然办公楼地点变迁了, 顺便也得修一个市委招待所呗。 六三年的时候, 市委招待所大楼就修好了,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 招待所的外观保持得不错。 五层楼高的建筑周边加了一圈柱廊, 顶沿外条, 使大楼整体错落有致, 配上顶部的琉璃瓦和雕花, 大气中带着精致。 这地方都发展二三十年了, 并没有夏小兰想得荒凉。 不过是老商都人习惯称为西郊, 已和老城中心区别。 当然, 这里也没有小吃一条街和农贸市场的热闹。 来市委招待所的, 要不是开会的, 要不是出公差的, 都是正经的单位职工和政府工作人员。 夏小兰骑着个自行车跑来, 介绍信也没有, 长得再漂亮, 也是农民打扮。 招待所没说不让农民进去, 不过没有介绍信, 吃饭和处宿是不用想的, 根本不可能。 夏小兰说自己来找亲戚, 招待所的人让她在后门等着。 过一会儿, 后门出来个三十多岁的矮个子男人, 她和夏小兰在这个时代见过的人没啥差别, 除了这人长得挺胖。 大家肚子里都没油水, 八三年是瘦子多胖子少, 不愧是市委招待所高采购的, 是个肥差。 脸一碰, 眼睛就小了。 吴永才瞪大绿豆眼, 愣是不知道自己啥时候多了夏小兰一门亲戚。 夏小兰长得这样出挑, 就算是远亲, 只要见过一面, 吴永才肯定不会忘。 夏小兰哪会让她细想。 我叫夏小兰, 是祝梁叔叫我来找您的。 吴永才想了想。 卖善鱼面的胡祝梁? 他和胡祝梁是亲戚, 不过两家人走动得并不频繁, 胡永才算手里有点小权的, 就怕别人无故来找他帮忙。 夏小兰赶紧把手里的袋子递上去。 有点事儿, 要麻烦胡哥一下。 胡永才看了一眼袋子里的东西, 眼皮就跳。 多大点事儿啊, 居然送一条大前门。 他的一反应是推辞, 夏小兰也不让人瞎想, 直接把请胡永才捡乔达县 收购黄膳的事儿说了。 您要是觉得行呢, 我带着点样品。 什么样品? 分明是在农贸市场, 卖剩下的。 胡永才心里有数了, 收购点东西不是大事儿, 夏小兰送一条盐, 真是太多了。 然后, 夏小兰带来的黄膳个头还不小, 说实话, 都达到了收购标准。 但夏小兰刻意跑一趟, 又是送了重礼, 总不可能就为了二十几斤黄膳。 这能赚多少钱, 不只当一条大前门拉关系。 胡永才要给 介绍夏小兰前来的 胡柱梁面子, 别看在大前门的份儿上, 就给夏小兰说了实话。 你别看招待所不小, 这像善于这种食材 用不了多少。 来开会的别管是领导还是普通干部, 一天都是一元钱的伙食标准。 你这次带来的黄膳, 我可以做主, 都收购了。 但每天这么多呢, 这招待所肯定吃不下的。 招待所有自己的伙食标准, 除了接待各级领导干部来商都的住宿, 还包括商都市政府, 市委牵头组织的各大会议召开地点, 包括人大会, 不管哪个级别的干部来了, 都是一样的伙食标准, 每人每天一元, 有财政支出, 吃饭的人只需交纳一斤两票。 一元钱吃主食肯定是管饱了, 肉菜也有, 却不可能整天吃黄膳嘛。 夏小兰也不失落, 胡永才话里有话, 每天二十几斤吃不下, 做生意都要讲投资的。 他要的不是一时的大赚, 只要和胡永才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不怕他的黄膳卖不出去。 哎,我听您的, 胡永才看他不歪缠, 出手大方, 简直长得漂亮, 他对夏小兰的观感很不错。 祝梁叔比我辈分大, 你也别您不您的, 叫我名字就行。 夏小兰立刻顺着杆子爬, 胡大哥, 胡永才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你在这里等一等, 我叫人出来给皇上过秤。 我让你闭上一会儿, 我让你练习得眼睛这个组了, 我让你练习得眼睛。 我让你练习得眼睛这个组了,